Welcome back 歡迎你來到KT Hobby 如果你未訂閱可以先按訂閱 也可以follow我的IG Twitter 留意我的最新update情況 最近正在研究改造有什麼方法可以再加速 而其中一樣就一定是零件複製 今次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比較便宜的複製方法 也有專用工具的做法 Let's go 首先就是自由樹枝 最容易買到也是最便宜的模具素材 通常都會看到這樣的包裝 在香港一些手工店 或者大型小小的文具店 都可以找到 自由樹枝來說 是要加熱才可以搓帽 所以首先就要煮水 水滾之後就找一個 可以裝得到熱水的容器 加點熱水 錄一下 當然要放一些 自由樹枝不會黏著的容器 加熱到差不多 就可以拿它上來搓搓搓搓搓搓 而今次的示範會用一件比較複雜的零件 成功的例子大家看得多了 今次來看一看失敗的示範 就是因為很多凹凸位 很多組裝凹坑 自由樹枝可能未必駕馭得到 如果一條 自由樹枝不夠覆蓋你的零件 就多加一條 搓在一起就可以了 趁它還熱 又變形 的情況 就要把你要复制的零件大力压下去 将它成为你的模具 要把自由树枝插到给你的零件大 而且要覆盖它其中一个面 还要在上面加一些粒位 是为了做上下模的时候可以对得起的位置 OK之后就可以放入冰箱雪硬它 然后就可以将上模用同一个方法插上去 最好顶模就插到比下模更大更阔 这样在模型硬化之后 就比较容易将两个模型分开 干净点就放入保鲜袋里 然后才将它放入冰箱 在冰箱拿出来之后 基本上就可以完全硬化 因为用同一种物料 黏在一起的时候就比较容易黏住 需要花一点气力才能够将它分开 如果不是太薄的话 是不怕会弄得烂的 可以将它轻轻做一下运动之后 就拆得到零件下来了 这样就成为上下拼合的模具 说明是平价之选 当然用一些在模型店 很容易买得到的平价工具 用ABPUTY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使用的分量 如果你的容量多过你的模具 就很容易重量 你见到零件就不能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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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会见到多出来的笔地已经向外压走 变成了一柄东西了 然后对比原件来说 最外边的纹路其实都可以处理得到 但是比较深入的details位置就难一点复制出来 接着第二种捣舞工具就是直胶捣舞 现在见到的是液态的直胶混合剂 这种混合剂的混合比例通常都是1比1 将A和B倒在一起后就要搅拌均匀 然后你就会见到起泡了 这个时候你只要放入冰格雪10至15分钟 基本上所有的气泡都会消失了 其实常温它是会慢慢消失的 但是在冰箱里面冷冻烧泡是会比较快 当确认所有泡消失之后 就可以将零件放上去 当然不是整个幅拒住 都是用上帽和下帽的方法去处理 为了不会有空气 在中间形成泡 令个舞具有缺陷 所以我预先将一些液态的直胶 倒进去有机会藏住空气的地方 然后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将它放上直胶的表面 这里要控制的是零件必须有适当露出的部分 固定在表面才能做到上下的舞具 而我就加了两支是做对位的 下舞具在常温凝固之后 千万不要就这样将上层的直胶倒进去 因为直胶和直胶是会完全黏死 那你见零件就拿不出来 如果没有很专门的工具 可以用一些有油份的手霜 塗一层上去你要分模的部分 然后可以用棉花棒将零件表面清洁一下 因为油份本身对直胶凝固会有影响 所以零件表面的凝固必须要做到最好 才可以将缺陷减到最低 清理好之后 就可以将上层的直胶倒进去等它凝固 一般来说半天就可以硬化 最稳定就等它24小时才插舞 插开个舞具来看 你就会见到上层的舞具是会有一点点的瑕疵 这个就是油份令到直胶凝固的一个问题 因为液态的关系 所以凹凹的都可以滲入到 自然就做得出非常精细的舞具 主帽就会用AB滴胶 这种滴胶是一些很普通的手作袍都会找到 而混合的比例就要跟你买那种滴胶的说明去混合 现在用这款就是用重量比例3比1去开 把两样搅拌均匀后同样会看到很多汽泡 滴胶就不能用冷冻烧泡 要用热水隔着容器 加热一点就可以加速的烧泡效果 没了泡好清澈之后 最好在桌面加一块直胶剪 然后先把滴胶注模 因为滴胶在直胶以外的地方都比较难清理 同样在上下模具都注入滴胶就把它合起 最重要就是对齐的位置 把模具固定然后在常温24小时左右就可以完全冷发 12个小时都可以开模 还会在一个很软身的状态 但它就已经不是液态了 这些时候是比较容易清除多余的部分 用原件来对比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声惊叹呢 但我就已经惊叹了 可以试下用这件复制件 将其他零件拼在一起 就可以看到完全和原件的拼合是一模一样 所有粒坑都做到完美 只不过倒滴胶的时候 我都没注意到还有一些气泡在上面 令到复制出来的零件 有少少气泡的缺陷了 当放大来看的时候 看到有少少的缺陷 就是气泡所形成的粒位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频道 都知道我有很多改造的方式 都不是用传统的做法 而我现在要示范的是用一些传统做法的工具 去令到复制零件更加轻松 这几本是Mr.Hobby出的产品 都是一些比较针对直胶倒霧而出的产品 首先将它的武具 砌到符合你自己的大小要求 就好像砌LEGO去砌 今次会试这一件零件 它是有弧形位 也有高低不一 当它制造武具的时候 就要考虑脱补时 拿不拿得到一件零件出来 有时零件会直接沉落底 那就做不到上下武具的效果 所以要用一些方法 令零件固定在翼太直胶的表面 而我就用了这种旁门阻道的方法固定零件 这些材料都是平时制造模型会用得到的工具材料 那就不用另外再特别买一些材料 帮自己固定了 将下武具完全硬化之后 就可以将一些固定用的物件都拿开 然后就用Mr.Hobby的这支脱补剂 它是能够令到直胶和直胶之间 完全分离的脱补剂 用之前要完全摇匀 用Dropper把少量的脱补剂放在噴窗上面 当然你也可以用笔涂涂上去 噴窗就可以比较容易均匀地塗在你需要脱补的表面 噴过的地方都会有好像烧光这样的效果 确认完全覆盖了脱补之后 等它两三分钟干了 就可以倒上补剂 然后也是放入冰格 10-15分钟等它烧泡 烧完泡之后你看看多干净 如果还发现到一些汽泡在中间的话 就可以用牙签帮手清一清 一样在常温等它12小时硬化就可以拆开 这种LEGO式的砌模方法 是比较容易把它整个模拆出来 所以其实你是付得越多钱 这件事就做得越快 如果用适合方法的话 噴了脱补剂的模具 大家都看得到的分别 是非常之那么完美的接合位 绝对比利用凡士林 或者其他有油份的产品 这些这么专门的产品 在香港我也知道有两间模型店是有得买的 一间是柴温的阿里 另一间就是观塘的至高 将滴胶倒入上下模具 然后固定12个钟左右 等它在软软的状态之后打开 将一些不要的部分都清理了 再等24小时就可以完全硬化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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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很可爱 让我们下期再见 第一个 conservatives 如果找到线 就是什么 简单和复制简单的对比 也都放上模型上面给大家看一下实质使用情况 是完全没问题的 而且形状也都非常精细到位 若你要精细复制零件 那你的选择一定是用矽胶来做复制材料 现在的比较简单的零件没有那么多复杂位 没有那么多坑位 都可以考虑用自由树枝就可以处理得到 欢迎你在下面留言讨论发问 记得分享和订阅KT Hobbit 下次一起研究新东西